側翼網軍又出動啦 這些側翼網軍又來汙衊糟蹋我 所有的電話部隊又來包圍我了 當初沒有連署的綠營的議員哪幾位 我請你們勇敢站出來 我王世堅做不改姓行不改名 你隨時來找我 不要因為說你派系大你就欺負人 你們這要沒資格閃一邊去 側翼網軍閃一邊去 那那個已經被罷免的議員點點 康中寶台是你這些側翼網軍的特權嗎 只要你會康中寶台嗎 所以既然他被罷免了請他閉嘴 回去當他的太監 我一定要再一次澄清 在那個專訪當中 我絕對沒有說支持陳時中 票頭黃珊珊 我沒有說支持陳時中 票頭黃珊珊 絕對沒有那樣 因為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講這樣的話 除非他人格分裂心裡有問題 我說得非常清楚 我所有的親戚朋友支持者 我的組織動員宣傳 都在幫陳時中拉票 因為我是民進黨的公職 所以我禮當為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 來拉票支持宣傳 這是一定的嘛 這是政黨政治也必定的 這幾個月來幫陳時中的拉票一起活動 包括昨天我們還一起在永樂市場拉票 剛才我剛才在掃街拉票 都在幫陳時中啊 所以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是在專訪中我說明說 我欠黃珊珊一次 因為非常清楚 因為七年前我提案要對大巨蛋解約接管的時候 我提案我們應該對抗這些惡勢力財團的時候 當時黃珊珊第一個響應我 她不但來連訴我 她還在整個一讀二讀的過程 她聲援我為我這個提案講話 所以我必須說 我欠黃珊珊一次 因為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更深刻的了解到黃珊珊 她的正直 清廉 她的勇敢 強韌 堅毅 這一點我必須肯定她 那一個正直 勇敢 清廉 堅毅 強韌的人格特質 就應當是非常有資格來參選市長 那要不是說我的黨有提名 一位好的人選的時候 那我當然私下會支持她 但是我黨提名的人 我當然必須支持我黨的提名的候選人 但是我真的忍無可動 我必須再一次說 這一次事情 到這一次事情我才說 今天上午某個媒體她刻意 報導錯誤之後 那所有的 側翼網軍又出動 這些側翼網軍又來汙衊 你也糟蹋我 所有的電話部隊又來包圍我了 就像這半年以來在做的一樣 那我必須講 當初我這個提案的時候 當初沒有連署的綠營的議員 哪幾位 我請你們勇敢站出來 我王世堅 做不改姓 行不改名 你隨時來找我 你先前你們發動側翼網軍 甚至你本人在民體上面講 要開除我王世堅 我請問你黨籍幾年 過去從黨外到民進黨的參與 你在嗎 那為什麼當初我提案 要對遠雄解約大巨蛋的時候 那是為台北市民為台北市庫好耶 那是釜底抽薪的解決大巨蛋的方式耶 那為什麼你們不連署 你們這些人為什麼不連署 反而讓我找 不跟我同黨的黃珊珊 反而是他來支持我 所以我當然感謝黃珊珊啊 所以這些人你跳出來 請你解釋清楚 當初你為什麼不敢跟我一起連署 當初你為什麼反對 對大巨蛋解約接管 我請問 結果大巨蛋拖了這七年多 這是全體市民的重大損失耶 所以啊 來找我啊 不是嗎 這些納物後 撤動這些側翼網軍 這些電話部隊 一天到晚騷擾我 希望能夠摧毀 我這個團隊的心智 他們就是這麼做嘛 這些交友也就摧毀別人啊 我們民進黨不是這樣的 正直的民進黨 不需要這些側翼網軍 這些側翼網軍 請你滾開 因為你背後有你的老闆 你們不要因為說你派系大 你就欺負人 我說實在話 選民會看清楚的 選民會揪出你們這些利益集團 惡劣這些傢伙 對抗二職財團的時候 你在哪裡 我跟黃珊珊勇敢對抗 所以我欠黃珊珊一個人情啊 我看到他的正直他的青年啊 那你還要我怎麼說 我所有的力量 我支持我黨提名的陳時中 參選市長 我到剛才今天上午都在掃街 也是在幫陳時中 宣傳 那你還要質疑我什麼呢 所以我希望這些人夠膽 你自己具名出來 那你不要再發動這些電話部隊 每天數十通電話 從我服務處打到我的辦公室 甚至有時候還不知道怎麼查到電話 還會打到我家裡去 這莫名其妙 夠膽你出來嘛 不是嗎 選舉大家公平競爭 你們有媒體 有特定的媒體人 你就可以在上面這樣造謠 來攻擊我 我參與民主運動 參與本土運動 遠比你早 拜託 我家我外主婦 228對抗 英勇對抗 惡劣政權 我外主婦英勇犧牲 我父親王明德 我外主婦張總統 他可以去查查看 那你還質疑我什麼 你們最要沒資格閃一邊去 側翼網軍閃一邊去 那那個已經被罷免的議員 他發文之後 然後下面很多網友說要開去 太賤啦 太賤才會幹那種事 光明磊落的出來 我們台灣社會是一個光明的社會 我們不需要這些傢伙 支支喳喳 不是嗎 我光明磊落的講 我支持陳時中 但是我欠黃珊珊一次 因為他是那麼的正直 然後側翼網軍也在攻擊黃珊珊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們支持陳時中 有必要去糟蹋黃珊珊嗎 黃珊珊他家一家英勇 也是為我們台灣貢獻那麼多 他哥哥參謀總長退役以後 現在在幫我們主持國建國造 他可以請問小英總統 黃珊珊的哥哥是不是幫我們主持國建國造 那你攻擊他什麼呢 他一家那麼英勇 你要說他不抗中保台嗎 所以這些叫我告人 我們應該把台灣的餅越做越大 不是像他們越搞越小小圈圈 就他們幾個人抗中保台嗎 抗中保台是你這些側翼網軍的特權嗎 只要你會抗中保台嗎 所以既然他被罷免請他閉嘴 回去當他的太監 所以你一再強調說你虧欠黃珊珊一次 所以你會用這一次還回來嗎 這個 靈魂不受黨紀官 這是我的靈魂 所以你會明確的說票投陳時中嗎 我當然是我鼓勵呼籲所有的支持者 我的親朋好友所有支持者 都支持陳時中 票投陳時中 就是這麼清楚 當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虧欠黃珊珊一次 因為黃珊珊她一生的職志 她的理想我知道 她就是想為我們台北市做更多 她希望在她能夠為社會貢獻的這些年 她把她的聰明才智經驗 貢獻給台北市 最好的方式就是她來參選 來擔任台北市長 這是她的理想 那我虧欠她這一次 我虧欠她這一次 你這一票是確定投給陳時中 我這一票不算什麼 千千萬萬票 我這一票 我個人這一票 這個不算什麼 這感性還是會勝出嗎 我不方便再回答這些話 因為我常常 因為你又問了我又感情用事 我現在非常理智的 我非常理智的 對這些側翼網軍說 你們再扯下去 你們會害慘民進黨 真正的民進黨的愛護者支持者 最早的發起者 我們這些民進黨最忠貞的 其實很不懈 你們這一些側翼網軍 請他們可以結束了 拜託 你擔任側翼網軍這份工作 你何止為五朵米折腰 你是出賣你自己人格 你改天 你要跟你們學生說 你們白以前做網軍 你在講這個話嗎 那不是笑話嗎 拜託 你 站坐起來 做一個有人格的人 呃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金神就好 衝飽店 再出發 辣氣的推薦代碼 CTI 567 還有主播出轮物 CTI 444